为了完美呈现超级设计师的作品 我们请到专业彩妆品牌的化妆师们 来帮模特打造完美妆容 今天化妆师也要教大家 如何利用时尚黑色来打造个性妆容 我们刚刚看到今天模特的服装 是一个比较几何的线条结构 充满了一个个性美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造一个 在秋冬利用时尚的黑色 来创造个性美的妆容 第一个我们叫做一个俐落的眼线 我们利用笔状的眼线产品 可以更快速去创造出一个 清楚俐落的线条感的眼线 那在画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从眼尾 往眼头来做一个延伸 在我们的睫毛根部呢 都把它画满 下眼线一样我们 描一个全包式的方式呢 让我们的整个眼型 是被框起来的 今年秋冬呢 如果你想呈现一个 比较个性的一个眼妆的效果 不妨试试看这样一个 全包式的眼线画法 那在使用完眼线胶笔 创造出这样一个 很个性化的眼型之后呢 我使用一个秋冬的一个时尚眼颊盘呢 来继续完成我们的眼妆 首先呢 我会使用这个鱼子降色 直接叠在我们的眼线上面 这样做的方式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眼线呢 更饱和持久 再来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线条 可以更明确被呈现出来 那一样呢 我们在上眼线完成之后 在下眼线呢 也一样的方式 重叠在我们刚才用眼线胶笔画出来的眼线上面 那大家可以发现呢 今年秋冬哦 其实黑色呢 是一个主轴 所以呢 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很明确的呈现出 黑色的个性 那在完整的眼线之后呢 我使用一个杀金珍珠的颜色呢 来创造出我们眼影的层次 那这次呢 的层次比较特别的是呢 以往呢 大家会用比较晕染式的画法 那因为呢 今天我们为了让这样一个 个性化的眼线呢 不要被破坏掉 所以我们的杀金色呢 只要微微的重叠在我们的黑色眼线之上 就顺着眼线的形呢 做一个重叠就可以了 那在上下眼线的地方呢 都是一样的做法 那在脸颊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亮彩粉哦 带一点粉红珠珠的光泽呢 增加我们脸部的光泽度 因为呢 这样这样比较个性化的眼妆呢 为了不要看起来变得老气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光泽感 去呈现出年轻的效果 那最后呢 要完成这一款彩妆呢 我们只需要再用一个 罗蜜桃色的垂唇 一个唇膏呢 来让我们的唇色 跟我们的夹彩呢 做一个搭配就可以了 那画的时候呢 一样我们从唇腹中间 往外 轻轻的把这个颜色呢 画匀在我们的上下唇就可以 那大家可以发现 这样的唇色哦 非常的年轻 那可以跟我们的一个 个性化的一个眼妆哦 做一个呼应一个搭配 可以让我们整体的彩妆效果呢 可以有个性之外呢 也不会看起来太过于老气 那最后呢 我们又运用一支 唇白的唇蜜哦 让这样一个珍珠光泽的效果呢 可以达到最完整的呈现 想要完成一款呢 很个性的彩妆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那这边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利用比较裸色的唇颊呢 可以让我们的一看起来更年轻 所以在今年秋冬呢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样一个个性化的彩妆花吧